我是士林地區的張立仁 然後我去的地方是華盧民州 然後我住的城市呢 是在那個Sherryden 華盧民州的北邊 跟那個早上的名城一是同一地區的 但是他住在是南邊的Lotterby 然後 對阿 然後開始歸我報告 然後這是我第一宏家 然後第一宏家他們是住在那種 鎮上比較有錢的區域 然後就這樣走出去附近的地區這樣看一下 十個裡面有六個都是五輪色 就是五輪色射友 所以五輪色射友在這邊還蠻有錢的 然後這是我紅爸 然後我紅爸整個是一個超級的美式足球迷 只要是足球季節喔 打開電視 他就說Leo guess what why 然後他說又是一場美式足球 這樣子 然後那張圖片是我跟紅爸一起去美式足球看比賽 然後還蠻好笑的就是 我們在走路走一走的那樣 傳天有人在那邊吹口哨 然後後方就說 一定就是有人看到我了 然後是我紅媽 我紅媽是以牙醫師 然後她拍不好看過東西 是牙醫師這樣子 然後她做我牌超好吃 這個超好吃的 就是南瓜派跟那個火派 我在美國胖十公斤 有一半就是因為這個可以贏 然後這是我紅家哪個可愛的小孫女 你看那個笑臉 那個就是天使小笑臉 對不對 小天使的笑臉 真的超可愛的 然後這是我紅爸生日的時候 他這樣他整個超開心的 然後你看聖誕節 他迫不及待到差點這樣子 然後這是我們紅家另外一個小孫女 然後這是我第二紅家 我第二紅家呢 他們真的對我很好 就是我在冬季的時候 換到第二紅家 然後他們每個星期呢 都會帶我去滑雪 只要是就是星期六或是星期日 然後我紅媽還幫我像 葫蘭社申請的那個 一些補助金 就是我滑雪的補助金 他們申請到我五百美金 幫我辦了一個Season Pass 還有租了那個滑雪板 所以我說不用付任何錢 然後我紅家 每個禮拜都會帶我去滑雪 就是真的超好的 然後我紅爸呢 他是一個 有點類似設計師 建築師這樣子 鎮上一些醫院啊 小學都是他設計的 然後我就從五十歲開始呢 他開始跑 把他收 對不對 然後他得了很多獎盃 然後我紅媽是一個退休老師 就是他對成績就是比較在意這樣子 然後我就想說 我在國外 我會拿不到什麼學分 我回來台灣 那些成績也不能幹什麼 所以大家就是在C啊B這樣子 然後紅爸就希望 希望我可以拿到A 所以就是有一點小燈場 然後 欸是我第三個國家 就是很飄搖的那樣子 那是我紅爸 紅爸就整個 紅爸超熱愛這個 70年代的disco music 然後 有一次 我和他們一起去參加那個 Hone家的那個 那個 那個 wedding 那個婚禮 然後 他們就辦了一個這樣子 就是disco的那個party 上面會有一個disco球在那邊炸 然後大家圍成一個圈圈這樣子 然後進去這樣 然後有一個人就這樣進去這樣 跳一下舞 然後就會退回來這樣子 真的很好玩 就是很不一樣的party 然後 這是 cribbage 有時候吃完飯以後 我會跟我紅爸 一起玩一下那種自拍遊戲 那這是我紅媽 我紅媽是一個那個 就是幼稚園老師 所以 對啊 他很常都是會擔心 擔心我這樣說什麼 你出去玩小心啊 什麼 什麼爬山的時候風很大 他不要被風吹走啊 這樣子 就是太誇張了 這是我紅姐 就是我們一起去那個婚禮的時候 就是 在那個 路上的禮品店這樣子 對吧 這是我紅哥 我紅哥就是五年前之後 他腳都被車禍 然後 就是結姿嘛 然後後來又裝了一隻 可是 他一隻真的裝得很好 就是 他只要穿上長褲這樣走路 別人都看不出來 他還要這樣瘦長褲 而且 他還會爬山 對 這是我們家的紅狗 大家知道嗎 你看 這個灰白色 像紅髮這樣子 然後 他現在十三歲 快要十四歲 然後 他背部的那邊 屁股受傷 所以 他走路走路的時候 就會坐下來休息 然後最好笑的是呢 他有時候 常常在家裡睡覺 然後 他睡覺睡覺 突然發現 他腳突然在那邊 一直滑一直滑一直滑 然後我就問我 我出問風家 為什麼他會一直這樣做呢 他說 他在做夢 他是在跑步 很年輕的 然後 然後 是我的學育人 不倫色 每一次立會呢 我都會參加 立會是 星期五中午 我還是要上學嗎對不對 可是他們就會 因為他們會派一個 不倫色色友 來學校把我接走 去敲敲兩階課 去參加不倫色 然後 每次立會 他們都會希望我去上面 講一些就是 我這個星期啊 做了什麼事情 然後 他們也還蠻喜歡聽的這樣子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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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次 有一次呢 我說 喔 這是已經 這是新年了 然後 我都不在台灣 我都沒有拿到紅包 好可惜喔 然後 結果 我一個不倫色色友 在後來 幾個星期後 那個 那個 Bingo活動 就是 付款活動嘛對不對啊 他拿到一張 Bingo卡 就是他中獎 贏了250塊美金 他就馬上在卡片給我 就說 這是你的紅包 對不對 真的超好的 就是這個人 這個人 他送我250塊美金 你知道嗎 超好的 這也是我學校 就是 餐 吃飯的地方 然後 我們學校代表有的是藍色跟黃色的地方 然後 我真的覺得 就是 去美國嘛 三點多放學這樣子 真的 時間很多 就是做一些課後活動 會比較好 我覺得打網球後 我覺得是 我學校生活真的變得很好玩 因為 我那時候我朋友都可以開車 然後 打網球後認識了很多朋友 這樣子很好玩 然後 對啊 然後 就是 旁邊真的是韓國人 他頭髮很長 就是 他會這樣後面把牌尾 然後在香港有時候 他把頭髮這樣抓起來 對不對 然後這樣子 藍色金色 藍色金色 藍色金色這樣操入 然後 因為 我們這一攝 他建立了大概85年了 然後辦交換學生的 之前 這個 活動 已經辦了75年 所以 他們有很留守的歷史 然後 每一屆的交換學生 他們都會參加這個 就是 會做一些社區活動 然後 有一次呢 我去那個公園 在那邊掃落葉 掃一掃 就是記者跑過來拍照 然後 天啊 我在台灣掃地 根本沒人會理我 對吧 我還掃地 好有 對 一些社區活動 對 然後 我要介紹一下 我在懷惟銘州 懷惟銘州 坐的是 懷惟銘州就是在山上 就是好山好水 大家都是往山上跑 正上呢 就是 保齡球 撞球 電影 還有一條 兩趟一街 沒了 所以大家家庭都是往山上跑 就是 我們去打掃球的時候 對 然後 而且這個時候呢 我第一戶家 帶我去那個 戶戶那邊看 海洋的地方 那時候我剛去 我還沒適應時差 然後就 坐在車上面 然後 就一直打瞌睡 然後我就一直撞到旁邊的玻璃這樣 撞撞 然後後來就看我們 就看我們說 Lio 你沒事吧 然後 因為想給我一個枕頭 然後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反正就說一句 中午說 請問我怎麼這樣流口水 你知道嗎 白癡白癡 然後 對 然後這是八月之後 八月之後參加就是 雪嘛 而且 這大概離我家大概 三十分鐘而已 對啊 就是八月之後剛去 然後看到雪超興奮 就趕快衝上去 這樣 喔對 這個地方 是我每天 上學必經 必須經過的路 就是 超荒原的 對吧 就是 草啊 山啊 什麼 然後 這我住在我 紅家的地下室那邊 然後後院嘛 對不對 那時候 因為我紅媽很在種花 然後 一些路就會跑過來吃 這樣一些花 就留下一些 排氣的路這樣子 然後 可以看到一些路就是很捷徑 這樣 就是感覺 你可以拍照這樣 可以一出去他們就很跑 然後 其實在聖誕節的時候 黃河明州 他們 就是 牛彩村嘛 對不對 很多馬 很多牛這樣子 對吧 然後這次我第二回家 很多 對吧 然後在這個 HOTOB 就是每次滑雪玩 然後有時候 會腰痠悲痛 這樣 有點套 這樣 對然後 就是 約幾個朋友這樣 一起山上花絕 這是一個 不知道啊 很漂亮 這樣 這 照片可能不太清楚 就是 我去Snow Shoeing 就是腳上會綁那個 像是網球拍的東西 然後去爬山這樣子 然後 然後 那個 那真的很累 比平常爬山還要累超多的 就是 你排一排排排的時候 踩到比較深的血 比較軟的血 就是 砰 騎下去 對吧 然後 然後 黃河明州就是一定要騎馬 而且 黃河明州有一個很特別的法律 就是 你可以騎馬去學校 然後 學校必須照顧你的馬 他必須清理馬 排協物啊 他必須餵馬 如果馬不好 就被車撞到 學校負責 對不對 可是 我們又騎馬去學校國制 但是在荒郊野外去 你會這樣 然後 黃河明州的山上 然後 對 我們還去一個洞序那邊 就是這樣 跑進去一下 好 可以介紹 然後 對 然後 打高爾夫 然後是一個 對 爬山這樣子 然後 釣魚 然後 跟幾個朋友跑去山上露營這樣子 對 然後是 其實那天剛好下雨 然後就露巴這樣子 然後 牛仔 來 如果有一個牛仔販賣區 這樣子 很多東西可以這樣看 對 就是牛仔村 牛仔文化 然後這是那個 美國國慶日的時候 大家去看煙火 然後 我們陣上只有五萬多人 然後幾乎三萬多人都住在正外 然後 那一天就來了 就來了三萬多人 就是很大的一個活動 然後 很多車子 就會停在那邊 然後他們都轉到同一個廣播台 然後 然後 音樂就會一直音樂 這樣子 然後音樂就 煙火就會跟音樂 一起這樣放 漂亮 然後 這是鎮上的那個遊行 他們有那個 他們會 就是把一個 你知道嗎 床 床 對不對 改裝成像這樣子 這樣子 車子這樣子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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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名的 就會獎金 這樣子 然後 然後這也是牛型 那是 Rodeo 美國的 音樂器都知道 就是 牛仔啊 然後會有一些 印第安人這樣子 那個什麼 騎馬接地賽 這樣子 對 然後 一塊美金 黃色黃色黃色 這樣子 然後 就是 去那個 牧場那邊 去旁邊看幾根廚師 看幾根廚師 然後在那邊掃錢 然後 射牆 然後 這是 瘋家的小部分 很漂亮 然後 一彎武器 這是我 好 謝謝大家